字幕-4.8.9 字幕-4.8 大家好!歡迎在我們日更頻道的 剛剛香港又再發生了一宗交通意外 這宗交通意外是說有4架旅遊巴 和1架貨車相撞 涉及有200個學童至少75人受傷 我們看看新聞怎麼說 這宗交通意外發生一宗52點多 觀塘去將軍澳隧道上邪入口署發生 5車連環串銷撞事故 剛才說4部旅遊巴和1架蜜豆貨車 其中3部旅遊巴每部載滿60個學童 事故75人受傷 由於傷者人數眾多 亦需要分流去做一個處理 見到那些學童都坐在地下 甚至乎那裏已經是大塞車了 那些車是撞到爆鬼了 最近都真是越來越多交通意外 而且都是幾大鑊的東西來的 4車相撞 上次就有巴士幾乎是翻側的 話口未完現在又有一單這樣的車 好啦 那這個消息同大家更新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篇能夠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